另外呢 亞運網球個人四強賽 這個台灣一個盧彥勳勳呢 他是在大腿拉伤之下 還是苦戰三盤進擊到了金牌戰 而女雙呢 詹景緯跟謝淑薇是率先進擊 不過呢 詹家姐妹不敵泰國組合 最後是奪下了一面銅牌 我國網球一哥盧彥勳勳 想要在亞運立平金牌的覺醒不變 已經申請退出本週開打的北京網球公開賽 賭上職業生涯也要替中華隊評戰的精神有了回報 今天他在四強賽中遭遇日本選手山田右衣 盧彥勳先拿下第一盤之後 沒想到在第二盤卻出現了大腿拉伤的情況 也影響了表現被山田頒平戰局 不過身為頭號種子的報道一哥 可沒這麼容易放棄 進入決勝盤 雙方激戰到搶七 一開始落後 盧彥勳上演逆轉秀 最終就以6比3 3比6 7比6晉級決賽 有機會贏得我國網球隊 對時在亞運的第一面單打金牌 另外這女雙部分 同樣名列同號種子的詹勇蘭和詹浩琴 連丟兩盤輸給大會七號種子泰國組合 無緣闖進金牌戰 由於不進行同牌戰 所以為我國在近仗同牌一面 而詹景緯和謝淑薇的組合 面對印度搭檔 第一盤搶七拿下後卻丟了第二盤 來到決勝盤 詹謝再次展現任性 在搶石中順利擊退對手闖進金牌戰 有點TV國前期綜合報導